后面最后的问题 请问在中小学推行宗教教育时 具体应该如何做比较好 这段事情是大学问 不容易回答 为什么 学生的家长有没有宗教信仰 或者有不同宗教信仰 如何能教他们接受 叫他们欢喜接受 这就有必要 在教育之心 想开这个家长会 这个家长应该做什么 应该做 或者是道德 能力道德 等于学生 学生能力道德 研习论坛 研究学习的论坛 半个一个星期 至少五天 让家长来参加 让家长了解 我们学校推动 伦理教育 宗教教育 让他了解 让他了解 让他知道我们的理念 知道我们的愿望 知道我们依据的理论 我们所采用的方法 让家长们 让家长们活足 家里能够推动 学校就会受到效果 家里面不推动 学校很难受到效果 古时候 教育 家长跟老师 密切配合 这个到抗战时期 还如是 抗战时期 民国二十几年 那个时候 学校的老师 认真负责 学生有提法 打手心 法规 那个时候 学校里有提法 哪儿 去宗教育 老师 老师 什么时候 宗教育 使用 我们